原來就是以哈囉你給問嗎 入圍的生活風格節目 祝無知人獎的視網膜以及大沛 節目以生動活潑的方式 生活化的觀點 挑戰極具話題性的政治人物 以輕鬆幽默的訪談 讓政治也能自然的融入生活 深獲評審們的青睞 究竟他們是否在今晚能夠敲響金鐘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視網膜以及大沛你又來了歡迎 歡迎 大家好 想問一下兩位 訪問這些政治人物的過程當中 你們覺得最困難的地方在哪裡呢 最困難的就是政治人物 因為平常他們面對媒體的鏡頭 都很習慣逃避 所以有時候要問出一些真實的答案 真的需要花一點功夫 對 而且有時候他們的守時的部分 也是有待加強 所以我希望他們以後如果 我們還有第二季的話 希望他們可以更守時哦 哇 好真實哦 準時真的是一個關鍵啦 那最後問一個問題 請問你們覺得哪一個政治人物 訪問起來反差跟平常鏡頭上面是最大的 來 某某你一定很敢得罪人 反差在鏡頭上是最大的 對 跟平常我們認識 徐巧欣吧 徐巧欣嗎 對 某某某人還滿好的 對 某某某人還滿好的 對 某某人還滿好 滿可愛 也滿可愛 我是滿喜歡他 我覺得哈囉 你可以問嗎 就是給大家一個 完全沒有任何角度的一個平台 讓大家可以好好的表現 說說話 下了節目之後比較客氣啦 兩位祝福 等一下如果真的得獎的話 上台大聲講出 要邀請哪一個政治人物來 沒問題 好 祝福你們順利拿獎 謝謝 裡面請 謝謝 謝謝